两个人,一台机器,每个月收入最低,达到1.5万元,高会达到3万块钱 夫妻二人干是最佳合适的,并且所加工出来的这个商品呢,可以说 南方北方的市场需求量都是特别的庞大,基本上都是不愁销路 还有一个最关键点呢,这是利用家里面闲职的房子就可以进行去干的 一个投资少利用高的一个农村夫妻小作坊加工厂,淡然而生 大家好,这里是萨诺雷克,如果市民餐的朋友您非常迷茫,不知道做什么为好 而且手里面也没有多余的资金,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小作坊 一个加工厂的,真的值得市民餐的朋友您参考和借鉴一下 那么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加工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呢 要不随着我的镜头,咱们看看我在他这个小作坊厂子里边拍摄到的视频 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呢,现在已经可能是看不出来到底是做的是什么 是不是朋友们,基本上都看不出来,看不出什么门道 对不对朋友们 只是看到这个机器,刷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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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的动作特别快,特别的敏捷,特别的顺速 是不是朋友们,那么到底是加工了什么呢 不要着急,要不咱们看这个视频 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呢,已经都非常清楚了 已经都非常清楚了 是不是朋友们 这个农民呢,这个农民呢,正在给这个桃子,正在给这个苹果,正在套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呢,就是刚刚大家所看到的 刚刚大家所看到的,说白了就是水果包装袋 水果包装袋了,是不是朋友们 相信大家呢,如果对这个水果了解的朋友都非常清楚 像种植出来的梨子,桃子,苹果,尤其是梨子 种出来的这个梨子呢,必须把它给,用这个水果袋给泡住 不然在情况下,容易会遭到这个虫子的侵害呀 或者是遭到扭类的一些侵害,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只要是在你们当地有果树的 有果树的,可以说这个袋子生产的情况下,在你们当地市场输出量也都特别的庞大 基本上也是不愁销入的,是不是朋友们 我今天所拍摄到的这个农民呢,可以说父亲两口是干这样的一个加工厂呢 今年已都是第六年了,已都是第六年了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父亲两口的也说到了 像这个生意呢,两个人都可以进去干 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说,两个人基本上每天只要是一干活 基本上都想不下来 基本上都想不下来 但是呢,他们也是保证一定的这个工作时间 每天呢,他们基本上都工作八到十个小时 超过十个小时呢,基本上就不干了 是不是朋友们 这样的一个生意呢,我相信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此外呢,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会看得出 生产的这个速度啊 都是特别的快,都特别快 还有一个最关键点的 很多农民肯定会问的 哎呦,他们是卖个谁啊 说实话哈 刚刚也和大师说过 只要是有水果的地方就会有它的市场啊 这是一块 还有一块呢 他们目前在互联网的一些平台 他们也是在进行销售啊 把他们所生产出来的这个水果蛋呢 卖到了全国各地了啊 卖到全国各地 并且每天的网上的订单都是需求量 都是特别的大 都是特别大 大家都非常清楚 网购呢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 在网上买东西比现实生活当中 稍微便宜那么一点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很多人愿意在网购啊 愿意在网上买东西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这样子也给他们造就了一定的市场 他们在当地和附近 也是有一定的实地的市场 并且呢 在互联网上 每天订单 基本上都不断的 啊 需求量都是特别的庞大啊 并且呢 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简单啊 大家的动物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所有的动物呢 都是机器完成了 只是人工呢 夫妻两口子 就在那里 稍微简单的打下包啊 数下数量就可以了 是不是朋友们 就这么回来 操作呢 都特别的简单啊 在我在这里拍的视频的时候 我也问到他 我像你这个生意的话 水果的话 不是时间不长吗 不有限制的吗 他这会儿说到了 在他这块 因为他开展了互联网销售 所以说他对他来说 传年无淡计的 因为呢 他这水果袋 包含的品类也是特别多 桃子的 苹果的 葡萄的 还有其他的那个水果的 也都有的 乱七八糟 差不多有七八个品种 水果的品种袋子啊 有的那个水果呢 冬天也是要套的啊 像一些葡萄啊 大棚里面的一些蔬菜呀 大棚里面的其他的这个水果呀 也是需要套袋子的 是不是朋友们 只是说呢 没有在夏季的时候 在夏季的时候需求量大 是不是朋友们 尤其是种梨子的 种梨子需求量是更大的 是吧朋友们 以上视频呢 那就是简单给大家所分享的 两个人一台机器 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作坊的一个夫妻加工厂啊 投多少 利润高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 他也说呢 他当时买的这个设备的话 是买的是二手的比较便宜一点 一共是三万多块钱啊 三万多块钱就会干起来了 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是不是朋友们 这位视频家的朋友 您呢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您注意到这样的声音怎么样 或者是这个水果大 在你们当地市场需求量大吗 或者是你对今天的今天 给大家所分享这样的一个小声音 你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的 可以到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